醉翁之意不再久 在乎山水之间也 忧劳可以兴国 抑郁可以亡身 这些通透犀利 触动人心的经典名句 都出自北宋政治家 文学家欧阳修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到正在展出的 山高水长 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中 一起了解这位宋代的文坛领袖 欧阳修 号醉翁 晚号六一居士 历任仁宗 英宗 神宗三朝 官制汉林学士 书密副士 参知正事 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 继承并发展了韩瑜和柳宗元的古文理论 在唐宋八大家中 具有承上启下的核心地位 在宋六家的六人中 有五人 苏氏 苏哲 曾拱是他的门生 苏巡和王安石都是经过他的提携 然后这些 他们是共同把古文运动 细续向前推进了 从而确定了古文在文学上的统治地位 欧阳修一生著述繁复 成绩非然 他曾参与和修新唐书 并读传新五代史 有欧阳文中级传世 后世耳熟能详的醉翁亭记就收录其中 欧阳修还开创了普蝶学的先河 这次山高水长唐宋八大家主题文物展中 就有一件非常珍贵的文物 让我们能看到欧阳修在这方面的成就 这个普蝶学就主要是我们馆这件藏品了 就是这个欧阳修行书 普图续稿并诗卷 这一卷是我们辽宁省博物馆 宋代苏法作品当中很重要的一件 也是欧阳修传世末迹当中很重要的一件 因为他同时兼具了文学性 书法特征和这个普蝶学史料三方面的内容 欧阳修不仅是文学家 政治家 更能识人见任 家有二年进士考试 担任礼部供举的主考官 录取了苏氏 苏哲 曾拱等一批文豪 可谓群星璀璨 他其实对于这个国家 对于这个文化 是有特别深的一个感受和情感的 首先他在这个家用二年主持共举的时候 改变了当时这个共举取势的一个方式 他是以古文来取势 改变了这种太学题 就是写文章特别要雕琢 要修饰 这是他不喜欢的 欧阳修领导的北宋古文运动 取得完全成功 为以后原明清九百年间提供的一种 便于论事说理 抒情数字的新型故文 欧阳修也成为一代文章宗师 本台报道